大家好,我是阿Wing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中華傳統的茶道文化 我們一起去片段吧 除了白族之外,還有一個少數民族 叫做律宿族 好像有點巧合 大家看清楚這兩個字 我記得以前有機會我們去和其他小朋友 尤其是去分享的時候 小朋友很直接地問 老師,為什麼這兩個字是一樣的? 這個民族叫做宿族 不是,看清楚一點 第一個是栗字 第二個是宿字 所以這個小數民族叫做律宿族 律宿族也有一個很有趣的飲茶習族 他們叫做油鹽茶 大家可以看看我提供的圖片 另外,這個油鹽茶 除了有一碗泡了茶葉 加了芝麻的茶 旁邊那裡大家會看到 有一隻圖的碟子 上面有一塊白色的東西 這塊白色的東西是什麼呢? 大家留心點看看 這一塊其實是牛油 是一塊融結了的牛油 當然跟我們現在茶麵包吃的牛油 有一點不一樣 他們在喝油鹽茶之前 首先他需要將茶葉進行加工 大家看到這個圖片裡 有一個圖冠 有耳朵的圖冠 這個圖冠看起來好像有點髒 其實也不是髒的 因為這個圖冠是直接放在火上去烤的 把茶葉放在圖冠裡去烤乾它 再撒發一點焦焦黃黃的香氣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圖冠拿下來 放滾水去沖泡 所以大家看到那個碗裡 有芝麻的碗裡 他的茶湯和我們現在喝到的 所有茶的茶湯 顏色上面有一點不一樣 然後再把一些食用的油 鹽 他會放進這個碗裡 他們用的食用油 多數都是動物油脂 會比較多 跟我們現在用的植物油 可能有一點不一樣 大概將它再加熱煮滾 去到3-5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喝了 而且這個茶 是連茶帶渣一起去飲用的 我針下去給客人的時候 客人千萬不要覺得 是不是主人家不尊重我 怎樣 其實原來他的飲茶風俗就是這樣 今集我們先分享到這裡 如果還想知道一些更有趣 和有內涵的中華文化 記得留意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工聯最新YouTube節目 阿貢Channel 在YouTube等著你 記得CLSS 按個鐘仔 留意我們最新資訊